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接见访台的贝利斯众议院议长塔罗拉、Laura Tucker、Longsworth、参议院议长郑经纬、Lea Mark Chan,以及参议员邓世泰、Steven A. Duncan, 感谢贝利斯长期在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场域给台湾坚定的支持。 蔡总统在总统府接见放宾,她致此表示,这两年多来台湾和贝利斯互动越来越密切,不仅是两国高层互访, 贝利斯也多次来台湾参加观光食品等展览活动,促进民间交流。 总统表示,国会外交是两国互动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在座贵宾都是国会重量级人物。 塔罗拉长期投入一位领域工作,在国会主持议事公正风格广受好评。 郑经纬则是贝利斯首位华裔参议员以及参议院议长,也是知名的企业家跟美食家,而非常热心侨胞的服务。 邓史泰是成功的银行家,也在加勒比海金融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总统说,各位贵宾在不同领域都学有专才,这次一起来访,相信不仅能提升台湾与贝利斯两国的互动关系, 也能对于未来的合作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 总统指出,就在今年三月与这个月初,台湾分别有咖啡产业团以及经济合作团前往贝利斯考察商机。 他也期待跟贝利斯一起努力,促进经贸合作的交流,深化两国情谊。 总统说,他要集住这个机会,特别感谢贝利斯与总理巴罗, Dian Oliver Barrow,长期在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场域给台湾坚定的支持。 总统最后请来访的贵宾向巴罗转达来自台湾的诚挚问候。 总统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